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从诗篇97篇一起来灵修 这一篇诗总共有12节 让我们先一起读经文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 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 大地看见便震动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 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辣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 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 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 万神你们都当拜他 耶和华其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 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 你被遵从远超万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散布亮光是为义人 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 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民 好 十二节的诗啊 从两个角度来称颂 也是描述耶和华真神 怎么分法呢 第一节到第七节 不知道各位读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七节经文啊 其实是环绕着聚焦着 耶和华神所做的奇妙大事 从第八节开始呢 那就提到耶和华神 与他的百姓和子民之间的关系 假如这样看的话 那么这首诗前半段 就是描述耶和华所做 下半段呢 就是描述耶和华神的属性了 其实诗人在这首诗里面 告诉了我们一个认识神 非常重要的方向 我们不只早眼在神做了什么 我们更要深入地认识祂 祂到底是谁 做了什么呢 我们比较容易感受到 的确从神的作为啊 是可以见证神的能力 不过诗人并不停止于 神的作为是什么 他更深入地来描述 这位大人大有作为的神 是跟他的百姓 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就让我们想到 我们更应该近身地去 认识神是谁了 那么在这首诗里面呢 对神的描述啊 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位神 跟他的百姓有一个如此密切的关系 这个关系叫做盟约关系嘛 我们已经多次来提这个重要观念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神以公义慈爱代他的百姓 百姓当然也应该用忠诚和跟随 回应神的这个美妙的盟约关系 诗人自己曾经在人生中有不同的遭遇 那我们对于诗篇这个段落呢 学者常常认为这些是被褥之后的诗篇 当时的人被褥啊 可以看成是在他们的人生的 非常挑战性的时刻 就在这么挑战性的时刻 作者仍然想到神的作为 换句话说 你我在人生低潮之中 千万不要忘记 神并没有改变 他仍然是那位大能的神 于是我们仍然要来到 这位大能神的面前 不只用一个新的角度 来看他的大能 我们的无能并不代表神无能 是我们遇到挫折 但是神的大能 正成为我们度过挫折的根基和盼望 不只认识 在我们自己的挫折中 神仍然有大能 更要进一步 从神的作为中 去认识神到底是谁 与我们的关系如何 这首诗给我们认识了 认识神的两个大方向 从祂的作为 更是从祂的属性和百姓的关系 愿神借着诗人 在他人生的低潮 所写下来的诗歌 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 各种挑战的时候 也如此紧紧跟随神 去认识他 于是我们的人生会有转机 会有盼望 更是因此得着 神给我们的能力和祝福 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